好 帶你來關心 在稍早中午將近1點鐘的時候 在這邊名城西路跟陳德路口 是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 當時一名富人正在準備過馬路 並且是跑過這個斑馬線 但是他跑到一半的時候 就突然跌倒了 卻沒有人發現他 但是在過不久之後 一輛貨車經過 竟然就直接將人輾過 而稍早我們也訪問到當時的司機 來聽他的稍早訪問 名前的時候 那個人已經趴在地上 我沒看到 因為他已經趴在斑馬線上面來 好 看聽到這名司機說 他當時在準備要右轉 但是卻沒有看到這名富人 因為他倒的地方 剛好是斑馬線上的陰影上 也因此當時是一團黑黑的 幾乎是沒有看到有人躺在那裡的 才會這樣不慎輾過去 而這個富人送醫之後 也是不至身亡 在稍後這名駕駛也將退役 或是致死罪險來送辦 而這名駕駛 他也是相當的懊惱 說真的沒有看到 而詳細的肇事原因還有待在一起